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地的天气都还算是不错 好 天气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先带您从卫星云图上来看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块相对比较没有云的地方 是冷高压所在的位置 今天在台湾附近的水气云量都不多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方的海面上 有云系水气是持续地在酝酿发展 明天受到这个南方海面水气的影响 我们的花莲台东一直到恒春半岛 容易会有短暂雨的情况 降雨几率是稍微地提高了一些 而其他地区呢 天气大致上来说都还算是稳定 只有在山区以及我们的南部地区呢 中午过后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关心完天气之后呢 接着再带您从地面天气图上来了解一下 各地温度上的变化 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有没有感觉到 早晚的温度落差其实蛮大的呢 以人口数较多的台北地区来说 清晨的时候呢就有23度 感觉是相当的凉爽 不过等到白天呢气温就开始回升了 这个日夜的温差超过了7度 主要就是因为呢 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吹的是东北风 把北方呢比较凉的空气给带进来了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 北台湾都还是这样凉爽的天气 低温有机会来到22左右 而其他呢则是24到26度 感受上其实都还算是相当的舒服 不过呢等到明天 台湾附近的风场就会转为吹偏东风 等到白天太阳出来之后 各地的高温都会来到32到34度 日夜的温差都还是很大的 所以要提醒早出晚归的观众朋友 要留意温度上的变化 适时的增减衣物 接着带您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我们达武族人居多的台东 来于25到30度 降雨几率30% 泰玛丽金峰大武达人高温会来到31度 降雨几率50% 延平台东北南高温会来到30度 降雨几率40到60% 海端时尚观山路也高温会来到30度 会有短暂雨的情况 长冰成功东吼也是同样会有短暂雨 高温上看31度 花莲南区高温会来到30度 降雨几率40% 灼溪比较高来到80% 万荣凤林光复封冰高温会来到30度 降雨几率70% 花莲吉安寿峰高温来到30度 降雨几率40% 秀林跟新城高温30度 秀林的降雨几率偏高来到60% 泰雅族人居多的大同跟南澳 高温会来到28度 来到我们的屏东 狮子牡丹满洲 高温会来到30度 降雨几率30% 泰雾来一春日 高温来到29度 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发生 雾台三地门跟马家 高温会来到29度 降雨几率70%到80% 高雄 桃园 纳马夏跟茂林 高温会来到29度 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偏高 嘉义阿里山17到23度 降雨几率80% 丹同仁爱 鱼池水里 信义高温会来到29度 台中和平18到27度 降雨几率40% 苗栗南庄诗潭台湾高温29度 降雨几率30%到40% 新竹关西兼15风高温会来到28到31度左右 桃园复兴高温27度 新北市的吴来高温会来到30度 降雨几率都来到30% 虽然说这几天的天气都还不错 但是在沿海都还是持续地观测到长浪 也不断地传出有钓客落海的消息 我们要再一次地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我们的北部东半部 包含蓝域跟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 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 前往海边活动 一定要多加留意风浪的变化 与自身的安全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